老人超车摔倒 却埋怨对方车速太快 并扬言你把我撞倒的 就应该给我检查 态度非常嚣张 前段时间在河北石家庄的一条小路上 一辆电动送餐车 与一辆自行车发生碰撞 虽然双方车辆无大碍 但造成骑自行车的大妈受了轻伤 眼前这个年轻的小伙子是外卖员小王 小王告诉记者 当时正是中午饭店 所以自己接到单去送餐 可谁知因为风太大 骑车时帽子被刮掉了 所以自己便停下车去捡帽子 听到外卖员这么说 大妈的情绪突然变得有些激动 随后大妈告诉记者 事情的经过明明就是外卖员没有停车就捡帽子 才把自己撞到的 所以根本不是像对方说的那样 紧接着大妈提高了分贝 再次骂骂咧咧 并扬言小伙子把自己撞到 就必须给自己看病 眼看着围上来的人越来越多 大妈似乎也有了底气 随后大妈向记者表示 自己根本不是那讹诈的人 而之所以让对方看病 完全是因为现在腿非常疼 并且感觉自己身上有好几处伤痛 都非常严重 而对于大妈提出看病的要求 外卖员小王表示并不能接受 原来在小王看来 这次事故中 自己停车并没有任何的违法的行为 小王委屈地告诉记者 当时明明是大妈骑车太快想超车 所以才在自己下车扭头捡帽子时 突然就撞到在了自己车上摔倒 他那下车帽子掉了 您觉得他拾帽子啊 他就是拧着拾帽子 咱在后边过来 人家刹车停这你不停啊 他又是杀死 他又是住了 我都咱那边过来 你今天给他过一下 人家在前走 你在后走 尽管记者和在场的交警一再解释 外卖小哥属于正常停车 可顽固的大妈依旧不买账 全程都在为自己辩解 并扬言是对方刹车太快自己才没收住 而对此记者也提醒他 按照道路交通法 前后车应该保持安全的行驶距离 所以这一切要怪 只能怪自己没有掌握好安全距离 而当听记者这么说 大妈突然话锋一转 不再追究谁的责任 反而是再次强调自己没打算了他 随后大妈表示 现在自己不打算讹人 只是想大事化小小事化 让对方给自己看病 做一个全套的检查 但对此交警表示 事故需要按照责任来进行处理 不是说谁想赔就赔的 随后民警在看了看双方车辆的碰撞位置后 也在现场做出了责任判定 人家帽子掉了 车一刹车 怎么就说 停这儿也好 还是帮行那儿也好 还是走这儿也好 你从后边过来往这边照 那怎么一去愿赞 愿不着人家 你不能说我岁数大了 我敬重你的岁数 但我更敬重法律 最后按照事故责任的划分 交警告知大妈她的损失应该由自己承担 外卖小哥无任何责任 而此时听到没有赔偿也没人看病 大妈突然装起了无辜 表示反正我年龄大了也不懂 只能任由你们忽悠 你们说啥是啥 之后本着公廷公正的原则 交警再次告诉大妈 虽然我尊重您的岁数 但是我更敬重法律 遵守事实 所以不会偏袒任何一方 而听到这大妈也有些不好意思了 她表示其实自己也没打算让对方赔钱 最后听到交警这么说 大妈突然把锅甩给了路人 并表示自己之所以让对方给做检查 完全是因为围观路人的提醒 不然自己根本不会讹诈个孩子 而此时大妈的邻居也恰巧在此经过 并对大妈做起了工作 如今大妈的内心虽然还是有些不平 但迫于邻居和周围人的压力 也只能接受 于是双方在握手言和后 自行离开了现场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大家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by bwd6